准备迎接春节的到来又到了樱花绽放的季节 近来来到山区也可以发现几颗山樱花都悄悄开花了 因此近来三支区公所也不断接到民众咨询花矿花旗的电话 为了要更精确的知道区内各樱花品种的花矿以及花旗 区公所也邀请到农委会桃园改良厂的研究员 来观看三支区内各个樱花品种的生长状况 期盼借此来推估樱花盛开的花旗 大家最关心我们山深步道这边的樱花的花旗 那我们也特别今天邀请到我们桃园改良厂的研究员 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樱花的状况 然后也帮我们就是预告一下我们今年樱花花开的日期 那我们目前看下来的话应该大约会在三月底的时候达到盛开 所以请民众稍安物照再稍等一下 今年的气候在一月上旬有寒流来 那预计下礼拜也会有寒流来 所以基本上对这里的三深步道的樱花的 花矿的影响应该是如果二月没有很大的寒流 或是温度很低的寒流太长的时间的话 那预期应该花期还是会在三月下旬 可以达到圣花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在二月还有大的寒流的话 花期会稍微再延后一些 但是预计还是在三月底 应该就是有漂亮的樱花可以欣赏 在观看三深步道的樱花树之后 因为三深步道以极野阴为主 为此研究员表示 依照目前的气候状况若是二月份没有低于10度的霸王级寒流影响 三深步道的樱花应该就会如期在三月最后一周达到盛开 只要气温高于15度 樱花就会感受到春的气息 触动开花樱子而花开 因为我们三深步道这边是极野樱 所以它的花期本来就是会比较晚 大概在三月中下旬的时候 那请大家可以随时留意我们的曲工手的官网 以及我们的粉丝团 那有最新的花款我们都会更新在上面 因此三智区内的樱花开花与否 以及花期落在何时 还会因为气温以及是否有超冷的寒流来袭而有所异动 不过三智区公所表示 民众也不需要过于担心错过花期 未来只要关注公所官网的花期现况更新 就可以知道区内各地樱花的当前花矿 记者廖平函三之采访报道